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九页第三行开始,第九页第三行开始。 以后,我先把经文念一遍。 我告额难,即维提西,地响成语,赐观宝树。 观宝树者一意观之,做其同杭树响,一意树告八千尤询,其读宝树细胞花叶五步俱足,暂前念到这一段为止。 这个是在前面,日观,水观,地观,这三种观都观成了。 那么就是现在做第四观,观这个极乐世界的树,叫做这个树观。 那么开始啊,佛告额呢,就是在第三呢,地观成就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佛呢,这个时候就告诉额难。 佛呢,佛呢,还有这个维提西,告诉他们两位之后啊,他说啊,地响成语,地观响成功了之后, 刺啊,刺就是接着这个地观,就是在这个地观之刺,就是地观以后。 那么观什么呢?观宝树,这几句话,就是成上起下的意思,就是由地观到树观,中间这几句话是个交代的话。 在十六观,前面这些都是观基础世界,由这个大地到这个树,观这些个,我们台中这个道场,我们所修的是持命念佛。 虽然不是修的观想念佛啊,但是有好处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今天要研究这个观书了,观书我们,这个,在这部经之前,我们大家都研究过《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讲那个一报庄严呢,也是讲七报杭树,也讲树啊,后来又讲这个丰树在哪里研法。 那么这里讲说啊,就是说把那个,那部经里面所讲的更详细,让我们了解的更多,所以有这种好处。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了,要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基础世界去,要观想这些树什么作用的,那个非常有作用的。 我们中国这个读书人过去都知道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平时只是读书,而没有到外面去,实地去参观的话,就没有办法印证书里所讲的那些事情。 所以这个读了书之后啊,到外面去参观,参观那些具体的那些景物,看得清清楚楚的,回来啊,再加上书本子上所讲的这个事情和理论,这个配合起来就管用了。 所以看得起来说了oni Wasserman 我们练书立的国家啊,因为因为这个关系,你想想看eriean of this 文人啊,这个哲学家啦,他都是注重在到外面去看,比如说一个文人,他要看外面的很多大自然的这些景色啊,他回来写文章啊,那就与众不同。 大音乐家他到各地方 看过那些高山大川 自然的流水 他观摩之后 自然界的高山流水 他回来的时候 做的音乐的曲子 就跟没有游览过的 明山大川的那些人 他就不相同 为什么呢 他就有观摩过的 他就心胸 就跟普通的不同的 所以我们研究这部经里面 虽然我们不是修的 那个观想念佛 但是帮助我们 持命念佛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基督世界一报庄严 为什么呢 假设说我们平常不把这个心思 这个常常想到基督世界那个好处 我们的心就是放在这个苏波世界 苏波世界到处你所见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一报也好 正报的这些众生也好 都是无悔的 看见这些无悔的 对我们心里更加燃无了 那么我们念佛 念这个持命啊 这个就不容易得到一心不乱 要想能够得一心不乱 就是配合着 把我们的心呢 就是放在那个基督世界 那个一报上面 这样我们念佛这个念头啊 当然一句一句念下去好 最好 就是偶然是散乱 也不会散乱到这个世界 色神相威处 明文立阳 不是这个上面 而一散就是会散到 基督世界那个一报庄严上去 这个还是 还是这个帮助我们念佛的 所以有这些好处 观宝树者一一观之 这个以下呢 就讲分出层次来 一层一层的呀 介绍 就叫我们怎么样观想 这个基督世界的宝树 这个宝树啊 如果是释迦牟尼佛不讲出来 我们简直是想象不到啊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一般人 到这个各国去游览 各国游览很多宝贵的东西 很多啊 你就拿这个书来讲 你在这个全球找 你找不出这样的书 我们台湾那个高山上 有那个神木 神木几千年到现在 那人为就是非常宝贵了 就像神一样的那个好啊 可是呢 我们把这里边的书一看呢 就觉得那是太渺小了 一下我们就就看了 就是说你观这个极乐世界 那个宝树啊 一亿观之 一亿观之 每一棵树都是这样的观法 那个树太多太多了 那么就是说 你观这个树啊 一亿这样观 做其重行树想 其重行树 在阿弥陀经里面 也讲过 这里啊 再告诉我们 你观树的时候啊 做这个其重行树想 在阿弥陀经里面 其重行树啊 注解的祖师们 注解都比较恶药 很简单 在这里的注解啊 就比较详细 例如说 这个善导大师啊 就这么说的 所谓其重行树 其重呢 就是说 你看你观极乐世界 这一棵树啊 那么 这一棵树啊 你观察的树根 树干 树枝 枝 枝子 枝上面在分这个条 枝条 条上面在有树叶子 树叶子 再观察这个花 花以后 再观察果 一棵树啊 你就分成这七部分 树根 树干 树枝 树条 树叶树 树花 树果 所谓其重啊 就做这一棵树 就做这种 七种 七部分 来观想 而这七部分 这个 比如说这个树根 有的是用黄金做的 啊 那么这个树干呢 也是金的 可是呢 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它是紫色的金 那么这个树枝呢 啊 那个树干子是用一个紫色金啊 那么树枝怎么样呢 就是银子的 啊 树条啊 又有其他的那个 啊 这个宝 比如说 玛瑙啊 珊瑚啦 这个珍珠啦 等等 哎 就是这个 一棵树分成那几部分呢 就有那么多的宝 有七种宝在那里 呃 构成的 就是七种杭树 这个 每一个树 一一树 那么 其实树有那么多的 这个宝构成的呀 这个树身子有多大多高呢 一一树树就是每一棵树啊 高有八千尤群 八千尤群 所以这个尤群 在印度讲这个树木枝啊 有有有不同的计算法子 这个 这个 呃 游群是在印度是讲这个路程的这个 呃 呃 远近的这么 呃 这这种这个计算的法子 比如说 最早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有讲这个八十里 有讲四十里 嗯 那么 也有讲三十里 一个 无论讲八十里 四十里 或者是三十里啊 总之这一有选呢 是很远的就是了 他把这个里程的把它用在这里啊 把它算成高度 换成高度 八千尤群 一尤群都有几十几十里路那么那么远呢 那么一尤群这么多 一百尤群更多 一千尤群又更多 他是八千尤群 各位算算看 你就拿最最少的来算 三十里路来算吧 三十里路的这个 这个 做一个单位 加到八千个 八千个三十里路 那么 那么 本来说是远的 这样算是高度 每一棵树有八千尤群那么高 你想想看 这个树有多么高啊 七柱宝树 这些个 有各种宝物 合起来的这个构成的这个宝树啊 有七宝花叶啊 树开的花 接着这个椰子都是有七宝啊 无不具足 就是这个任何一棵树啊 这些宝都是具足的啊 这个各种宝都完全具备 那么这个从观宝树的一直到无不具足 这一段呢 就是讲那个树的整个一个树的一个 一个一个树的这个本体 就树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盖过的一个一个树的形状 就是讲那个树 这一段 下面呢 就分别的讲树有哪些花叶有哪些种种情况 这一段是一个盖过的讲树的自身是那么样子 下面那那几段没有讲之前 我们这里要要了解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在研究阿弥陀经的时候也讲过 这里我们再回忆一下 讲阿弥陀经的时候那个一报庄严呢 那个经文后面 解释阿弥陀佛功德庄严的成就啊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 那么阿弥陀佛 什么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 就是佛在过去还没有成佛之前 发了四十八月 然后啊 修行成就了 才这个这个庄严造就了这个基督世界啊 那么这个基督世界是由他 多生多业修成功 以他的功德成就的 那么要讲到礼上面 这个他怎么成就呢 就是他成了佛 成佛的就是把这个一报跟正报 我们讲经我们看经的时候啊 要分别的看分别的研究啊 研究完了的时候 在观察在在理解的时候啊 远过来 圆容起来看 怎么圆容起来看呢 一报跟正报就是啊 圆容一体的 那么我们老师过去再次讲经的时候 常常讲的 这个欧美陀经就是小花园经 花园经这个理 事事无碍啊 那么事理无碍 讲这个无碍什么呢 所谓事理无碍事事无碍啊 就是说正报跟一报 一个整体的 那么也就是说 身土一如 正报的身 一报的这个国土 你到了那种境界啊 就是一如的 圆容一如的 整个是一阵法界 就是了解这个整个一阵法界 身土一如了 了解这个理应 我们看看这一段这个书啊 刚才讲的这一段书的字体啊 这个书的字体哪里出来的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修成功了 都是从他无漏的 他的心性之中流露出来的 包括前面这个大地 一直到这个我们观察这个地上的那些宝树 无意不是从阿弥陀佛的这个无漏的心法里面流露出来的 所以这个佛是 佛的心是无漏的 这个书呢 都是无漏的 了解这个理应 你观察这个书 就等于观察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想心里放在这个上面呢 这叫做观想念佛了 你从这个观树上面就就见到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呢 一如的这个这个这种无漏法 那么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无漏法一观察了 我们的这个无漏的心就引发出来了 我们平常这个心是指是哪里什么无漏的 我们现在都是有漏的 都是生灭的 看这个世间呢 这个世间的时候 看看这个大地也好 看这个人物各种动物也好 你怎么样也是 也是这个不能转变到无漏上去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自己都在那里执着 那里这个贪恋 那么无漏法的话就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无漏的这个宝书啊 心自己心里面这个境界就整够开朗了 自己心里一开朗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世间这个境界呀 那那就是回过头来看呢 你叫我们这个拿再多的这个宝物 好了你不要往上到极乐世界 你不要发现到了呀 你就留在这个世界好了 咱们要劝我们也不可能 一定要发现到那个世界去 这个世界你哪一项也不能跟那个比 这个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事情 这个道理 下面就这一段就是讲啊 书的这个花跟叶子 我先把这一段念一遍 一亿花叶作一宝色 琉璃色中出金色光 玻璃色中出红色光 玛瑙色中出车躯光 车躯色中出六珍珠光 山湖湖泊 一切种宝一味应尸 妙珍珠王 迷腹树上 一树上有七虫王 一一王家有五百亿妙化 宫殿如饭王宫 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树的这个花跟叶子 这种庄严像 每一棵树 有多少花 有多少叶啊 一一花叶就是每一个花 每一片叶子 这个花这个叶子啊 都是做一宝色 一宝色啊 就是各种啊 那个特殊的那种宝色啊 那么怎么样是一宝色呢 下面就说了 琉璃 琉璃宝 琉璃这个色中啊 出的金色光 这个这个意思是琉璃色 那么琉璃色 它有光啊 色是颜色 颜色在放光 放着什么光呢 放着金色的光 那么再说玻璃色 玻璃色中出的红色光 这个玻璃不是我们现在所看那个门上啊 用的那个玻璃 这个玻璃啊 根据祖师的注解啊 有的有一种像我们这个世界 在这个那时候印度有一种水晶啊 水晶是颜色呢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呢 那几种 那叫做这个 自然长的 我们这个玻璃是用人工造的 它有点不同 那么这个玻璃色中啊 出的是红色光 玻璃色中呢 出的是车巨光 这个车巨光是一种白色 那种这个 这个一种薄啊 白色的一种薄光 这个玻璃这个出的是车巨光 车巨光呢 你说它是车巨色 你说它白色吗 白色之中啊 又出这个绿珍珠光 这就是特别吧 你说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珍珠光 这个白色之中 你又出这个绿色光 这就是 稀奇了 就很少了 就很少了 它这个车巨色里面有这个绿色的珍珠光 那么还有 那么还有 山户琥珀 山户琥珀就是一个 把上面那个什么色出什么光啊 这里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说山户色 在山户色之中 出的是琥珀光 那么这就下面就是一切重宝 所有的那些那些重宝 当然上面所举的是简单的几种 你要真正的说起来就数不尽了 所以叫做加一个总结的话 一切的重宝 这个一切的这些宝啊 因为硬石 硬就是 这个这些个色 这些光 在那里照啊 照应啊 以那些色光照应来 也 石就是庄严 这些宝的颜色 跟它也有它颜色 在这个放出的光芒 那就是 你想想看 从这几种看看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那种景色了 想到那个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 什么颜色呢 免得不必说 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电灯光 就是这么一个颜色啊 那个 供佛的那个 那个灯 那个红 红罩子照在那里 就是一个红色的光而已了 你要是红色的 再发出那个 这个六珍珠色 那就搬不到了 白色之中 你要发出这个 这个绿色的 啊 红红色的 那又搬不到了 所以我们把那个上面 那个光 一想象 一看 再回去看 我们这个世界 这些光啊 太单调了 不值得一看了 这一点 我们就是 在 在想的时候 在看的时候 就是对比着看 对比着想 下面讲 这个 把这个 花叶子 那些色光 讲过之后 结果是 妙 珍珠 网 你一幅树上 那些树 这个花叶 那么好 还不算呢 还有这么呢 珍珠 网 珍珠 网那个网 占写有多大 我们不必管它 你想那个珍珠 那些网啊 都是由珍珠 把它 把它连续起来的 由珍珠 连续起来 跟网啊 加个苗子 苗是好到基础了 那么这个网怎么样呢 迷赴树上啊 可是这个树 我们要时时刻刻 要记住 就前面那一段呢 就讲树的字体 树的字体的高度 有八千有寻 你想想看 这个 那个八千有选的 那个树 有多少个花叶 多少这个枝条啊 那么这个珍珠 保网啊 泥浮 泥浮什么呢 泥就是 遍住 都 都 浮就盖住 那个网 就是把这个 那么高的树 那么宽度的树 所有的花叶 都把它照住了 片树都是有照 照在树上 也许 也许 感谢观看